我今天见证的题目是 不要怕 只要信 我承认我是一个非常胆小的人 我从小就怕黑 不敢一个人在家 也不敢一个人走夜路 也怕死 我六岁的时候就深深地被死亡的恐惧笼罩过 然后随着年龄的增长 这些恐惧没有消除 反而加深 同时又增加了很多其他让我害怕的东西 比如说上学怕考试 然后又怕考不上好大学 然后又怕找不上好工作 然后又怕找不上好老公 然后嫁了个好老公 又怕老公变心 所以好像人的一生 都是在这种担惊受怕当中度过的 我也曾随着信佛的妈妈 烧过香 拜过佛 也许过愿 但是好像没有什么用 不然为什么这些寺庙里面 一直香火不断呢 感谢主的怜悯 然后在我认识了主耶稣 信主之后呢 我的内心就充满了平安与喜乐 力量与盼望 我从此不再害怕了 然后我的灵也被开启 我认识到我们的神就是光 我怕黑是因为我向往光明 人人都向往光明 可是当你追随神的时候 你就如同行走在光中 真的不害怕黑暗了 第二呢 神是爱 我怕我的丈夫变心 怕我的朋友背叛 是因为我知道神的 人的爱是有限的 是善变的 可是我们的神的爱 是永恒的 是信实的 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 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入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远的生命 所以神是光 神是爱 神更是永远的生命 我承认我怕死 我希望我有永远的生命 所以我的耶稣 我的主耶稣 就可以给我永远的生命 我们想想 帕子怎么写 书心旁加一个白 对不对 当我们的内心和灵魂深处 空白的时候 我们就会害怕 我们对未来没有把握的时候 我们就会害怕 可是当我信主的时候 我们神的灵 就在我的里面充满了我 我就再也不会害怕 我不再担心 我和丈夫的关系 我们从来没有彼此信任 这样彼此相通过 因为我们共有一个灵 而我也不再害怕 我工作上的平直撑 我甚至辞了职来美国 来学习我喜欢的心理学专业 神释放我 让我得自由 让我在我喜欢的领域 得着学习的快乐 当我的家人或朋友 误解 伤害 当我经历病痛 失败 困难 挫折的时候 我也不再害怕 因为我知道有主牵着我的手 我知道主的话 将是我脚前的灯 和路上的光 当我害怕的时候 我打开圣经 主就不止一次地告诉我 不要怕 不要怕 只要信 当我看到这些字的时候 我的内心无比地感动 我现在知道 我的不怕 是因为我的信 而我的爸爸妈妈 我的姐姐 看到我 信主后的变化 和见证的时候 他们也深受感动 转而归向主 并且受尽 归入主名 当主的门徒彼得 当他的眼睛 看到周围的风浪的时候 他就害怕 从水面上往下掉 耶稣就一把抓住 他说 小心的人啊 为什么疑惑呢 我也希望 在我以后的人生当中 可以毫不疑惑 坚信不疑地 仰望我的主 这样我就可以 靠着我的主 内心平安地 走过人生 所有的风浪 所以亲爱的福音朋友们 不要怕 只要信 谢谢 谢谢 按摩